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来到了陌生的城市南京 然而他的父亲却没有给他想要的生活 把我生人的钱都拿 没什么钱给我 吉万广来自离异家庭 五岁时父母离婚 他被判给了父亲 但是对他来说 跟母亲的感情更亲近 在此之前 吉万广跟他的母亲一起在长沙市做小生意 生活无忧无虑 对于他的父亲 他更多的是敬畏 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的父亲会冷酷地改变他的命运 就在吉万广离开长沙 投奔父亲的一个月以前 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正在因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贩毒团伙而兴奋不已 经过大量侦察工作 侦察员掌握到 团伙为首的是一个名叫刘有渝的毒贩 但是更令他们兴奋的信息是 他们觉察到 在刘有渝的背后 还有一张更大的毒品网络 他们触摸到了一个神秘的影子人 他就是并没有冰毒加工厂 还有冰毒直接跟境外毒小联系 他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固定的进货渠道 这样的话就很明显 在刘有渝背后还有一张比他更大的贩毒网存在 当时这个人呢 我们只称为影子人 还不知道是谁 但是到了五月份的时候 又经过了将近半个月侦察吧 就发现刘有渝 他的毒品来源就来自于长沙眼 一个外号叫石爷的人 从来没见过石爷这个人 只知道存在这个人 那个影子人是存在的 石爷是个行踪更为诡秘的人 普通的侦察手段根本无法接近 他们非常熟悉和老年 他基本上不会面对面的交货给你 你交钱给我 基本上就是石爷指使他的拿载 重货到指定的交易地点 比如说放在某一个公园 灌木丛下面 放在垃圾箱 回收箱下面 放在某个位置 来 报告石爷的东西已经放好了 然后石爷 再 用另外一种联络方式 告诉你的东西 东西了 自己去哪 行 送一下拿杂业袋子的东西 我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嘛 那放在房里就可以了 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 我反正那时候我也没读据嘛 反正就是一包包那杂业袋子很像 好像是杂业嘛 我就没去读看嘛 出于对父亲的信任 齐万广替父亲送货 并没有太多的顾虑 他更不会想到 他的行为会跟一起案件联系在一起 五月底 民警决定 果断对刘有余进行收网 这个刘有余很快就公诉了自己犯罪的 这个犯罪的违法实施 然后呢 同时表示想依供 输罪 犯罪的世界里很难有信任 因为刘有余的交代 神秘的石野现出了原形 原来这个其实挺有钱的一个人 原来是湘潭县那个中路铺的一个人 他是专门做这个矿石生意 石野 真名齐史光 39岁 湖南省湘潭县中路铺人 2008年以前身份是矿产老板 一度为地方首富 风光无限 以前是个大老板 千万夫 进出都是豪车 不是本车就是宝马 后来可能是因为煤炭里面参加 使我们一个香港一个高炉给报废了 所以可能有一个多亿 后来就起诉他 把它拆散给查封了 时野 齐史光 正是17岁的少年齐万广的父亲 据刘有余交代 齐史光之前就吸毒 矿产生意破产后 齐史光介入毒品生意 开始还是刘有余的下限 但是凭着精明的头脑 他很快做大 反而成了刘有余的上限 以后的话 他说了一个情况 他进货以后的话 他中间帮他拉过一个仙子过来 一下来 下来的话 装在他那个 齐史光那个车上 他那个上限叫齐史光嘛 装在那车上的话 他分析的话 那都是毒品 但是他问他 他到哪里去 到什么地方去 他说到南京去 他当时的毒品估计的话 他说他应该的话 如果是按照这个仙子 装这个链 或者他的那个品种 他至少估计在一百万 一百万以上 那个那个那个价值来毒品 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呢 当时也引起了我们很大的警觉 这一天 刺激了我们的侦察神经呢 侦察员 在这方面呢 马上就下医史 就不是我们一个地 一个省 在这些活动了 我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嘛 哪个附近会骗孩子呢 那你应该知道他让你做的什么 我当时也不知道 他我也没看到那个东西 开始 齐万广的确并不知道 他运送的货物是毒品 但是 他终究会发现茶叶袋里的真相 2010年5月底 就在齐万广到南京逃奔父亲的时候 在乡潭进度支队 石野 齐时光已经现出了原形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他们越来越认识到了案情的重大 就是这个七十万 运毒品回来以后的话 这个大量的这个市场的毒品也多了 多起来了 这个买卖的这个密度也大了 它的资金流限也大了 我们就发现石野这个贩毒窗户 一是肯定存在的 第二 它的规模十分庞大 三 它的贩毒数量非常巨大 四 它活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 涉及到湖南 广东 江苏 江西四个省 七八个地市 重大案情得到了高度重视 案件逐击上报到来 湖南省公安厅 公安部 公安部这个 也因为这个案件比较震荡 公安部就将这个案件列为公安部的144号 独办 公安部独办的独立案件 关于齐世光的调查 已经不再限于相谈 也不仅限于他个人 很快 齐万广的名字 也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我们经过研究推测的话 应该他的儿子参加了这个患毒 是吧 因为他几个电话号码都是固定的 因为他一旦要 陪人要货的话 一旦他开始交易的话 他儿子的电话就马上就出现 我们就推测的话 应该的话 他儿子的话就是 犯罪的责任之一 儿子基本上就纯粹是帮他送货 你反正是 其他的别问 联系呢 人家买家 就是找他要货的那个买家 他都不跟他儿子联系 反正直接跟其他人联系 联系完了以后 就是你要多少货 我就跟你货的送多少 你反正你先把钱打 打到我站上以后 你再直接在哪儿 他就让他儿子从这个地方拿到那个地方 西万光所做的是异常简单的工作 但是那却是违法的活动 时至六月份 他也并不理解他所做的意味着什么 但是真相总会被发现 六月底的一天 他傲然闯进了父亲的房间 见到了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我去看他拿了一个那个瓶子 在那里一根管子 后来在那里 我感觉不得 后来才知道 此刻七万光本能地意识到 父亲的行为和他所运送的茶叶之间的关系 你当面是问他了吗 我问过 他说这不是什么威力呢 他说这吃的没什么东西 没事的 但你能觉得出来这不是好事情吗 我当时问了他 他说这也不是犯法 他说没事 当时没怎么去想 我就是记得很着心里 父亲的回答更像是一种糖色 有所觉醒的七万光想到了离开 六月底他回到了长沙 回到了母亲身边 但此时他父亲给了他更多诱惑 就回了他我把我少结婚到饭了 他就打我母亲电话 他说父亲我会喊你吗 他说总是跟我说 他说你不好好干 你现在也有女朋友了 你为什么去养活自己 他说你以后结婚 你跟我好好干 我会满足你的要求 他就是跟我说 几万光的父亲向他提出 可以资助他开一个商店 那是一个比学开车更诱人的条件 他说骗我 他说要我去开店子 后来后来没有跟我开店子 后来就又把我带到南京去 当时你跟你父亲回来 你母亲就没有表态 我母亲表态 我母亲一直在装干车 因为我母亲跟我爸离婚 一直关系不是很好吗 因为我是盼盼给我爸爸 我姐姐盼盼是给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总是管我 就是我爸爸发脾气 他们两个人总是吵皮 他说我的孩子不要你管 后来我妈妈没有办法了 只能跟他打走 我妈妈还跟我爸爸倒了 长久以来 七世光在家里一直处于强势 很少有人反抗他的权威 一般家人都怕他 在七世光的诱惑和淫威下 吉万广和他的母亲都屈服了 他们没能摆证违法犯罪 和遵从负命之间的利害关系 七月初他再次回到了南京 这次他还带上了自己的女朋友 我那时我看到一个人无聊 无聊的时候 我说我很无聊 我叫他到那里去玩 但是七万广 以及他的父亲七世光 并不知道 基督民警已经在他们身边 他觉得在我们视线里面 我们有时候为了证实他 人是不是在房子里面 在房子里面干嘛 我们工作细致到什么程度 他的每天的用电量 我们就进行统计 他的电表不是在统一 有个楼道间有个电表 我们每天对他用电 进行统计 我们就大概知道 他在里面干了些什么 还有其他的生活垃圾 这些东西 他会看得出人在里面 人在不在里面 总而言之 越来越让七世光 这个贩毒团伙的 主战成员 越来越清晰地 呈现了我们 侦察的现场 加速的那个 整个的那个线片 是吧 我们都已经滥挤于心了 时至2010年8月 基督民警 已经全面掌握了 七世光贩毒团伙的人员结构 以及他们的运作方式 此时民警们已经准备收网 而此时 七万广已经逐渐习惯了 并没有发生什么危险的活动 七万广已经在贩毒的道路上 越陷越深 每天拿出的毒品不是一点的 他每天不是跑一趟 一送出去就是几百克 几百克 有一次我听过妈妈说 说句很 他很 他说 他说 我等你不起 他就跟我说这样的话 他说 我没有能力 他说 你是你爸爸生的 他就能 给你爸爸去排养 时至2010年8月 七万广已经在贩毒的道路上 越陷越深 而此时 民警们已经准备收网 这个部队团的话 肯定的话 你要破网 要收网的话 肯定要搞得漂亮 所有的生产人员 这个必须要到位 是吧 2010年8月7日 专案组接货情报 吉时光有大笔资金流动 而他与情妇驾驶着他带路虎车 将从进货渠道广东赶回长沙 进货渠道的报道 我们估计了一下 大概有一两万里的货 秦贼先秦王 专案组决定 首先拿下吉时光 也就是说张王一带 等他回来 九日早上十点 吉时光的路虎车 出现在高速路口 而从这之后 他再也没有离开 侦查人的事情 当时我们设计了几种预案 一个呢 我们设计了 可能如果在我们尽快的搞清楚了 吉时光驾驶这个车的时间和路线以后 我们可能会在高速公路出口的时候设卡 但是第一个议案 因为这个情报没有跟上 不能实施 后来我们就动用第二个议案 就是在他的长沙租租附近 射网破空 此时 吉时光的一举一动 都被高度关注 下午四点 他和情妇从出租屋里走了出来 当时还没有法判断 他的身上就是有毒品 所以我们还没有动手 我们就在室内 就一直尾随跟踪他 看到到底干嘛去 丰富的侦查经验 让侦查员们感觉得到 吉时光在进行着非正常的驾驶 他时常闯红灯 并胡乱并现 但是他并不知道 侦查车辆一直秘密地尾随着他 最后兜了一个多小时的圈 他最终停在了长沙汽车东站 实际上他要是不转的话 他有那个比较 捷径 就是很短的距离的路 也很好走的路 能够直接到气贷东站 但是他不是这样搞的 他是在踩着抓了几学以后 再到气贷东站 故弄玄虚的行为 暴露了吉时光的意图 民警判断 吉时光如此谨慎 应该是携带了毒品 准备向南京发货 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 一直以石野自居的骑士光 低下了头 他费尽心机 逃避惩罚 但最终迎来了 不可避免的命运 骑士光的话呢 可以用两个字来 吸引他的一生 就是斗头 斗不吸斗 帮死他一生 然后的话呢 因为斗不的话呢 他把他把自己的企业 是吧 搞得一趟糟 以后的话呢 这个自己的业务的话呢 因为赌不的话呢 他就掺杂施加 是吧 给国家 给自己家庭 操作很大的损失 很大的危害 所以说 最后的话 他全部完蛋了 他就是走这个 贩毒的这个路 还是一个赌头 把自己的身家性命 把他家里的这些儿子 这些新书的 这些身家性命 全部都压在这个 压在这个上面 就是个赌头的 骑士光 原来出生在 一个贫苦的家庭 他白手起家 一度是个 让人尊重的企业家 但是 攫取财富的过程中 他也逐渐迷失了自己 破产的打击 加上赌徒的性格 他堕落成为一个毒贩 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搞这个东西 其实在广州那边嘛 其实 平时搞这个东西 越快一点嘛 有没有犹豫过呀 没有 老师已经就不犹豫了 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嘛 自称一无所有的骑士光 骑士一直开着豪车 贩毒吸引他的是 巨额的利润 而异常精明的他 没有想过 他的这种赌博 是注定要输的 被捕 只是早晚的事 他不应该压上 亲人的命运 不应该压上 儿子的未来 他是这个性格 他不太相信别人的 甚至害了自己 儿子的七时光 在看守所里 最终表现出了 自己的一点父爱 他一再辩解 儿子没有替他运送毒品 他没有运毒品 他没有运毒品 他运什么毒品 那你让他做 吃吃教理剧 搞饭吃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搞 然而此时 苍白的辩解 并不能保护他的儿子 他给儿子造成的伤害 已经不可挽回 一场由父亲导演的 儿子的悲剧 已经发生 2010年8月9日 七时光落网后 对于贩毒网络 其他成员的抓捕 也随即展开 而此时 其他所有成员 都已如惊弓之鸟 他们在外面 搞这个毒品生意的 他们也有很多 其他的难以预料的因素 他们首先 怀疑可能 是社会上可以吃亏 别人把毒品 给人给吃掉了 另一个方面 也怀疑可能 是公安 把他们给抓掉了 但是他们都没有 没有办法 下这个结论 断定不了 这时南京的七万广 也得到了消息 后来我妈接我回来了 他就问 你先到你女朋友家 去住几天 后来可能是 你爸爸出去了 有点事 后来我就 回我女朋友家了 8月10日 在与父亲 失去联系后第二天 七万广逃离了南京 然而被捕 只是早晚的事 就在他逃离后不久 民警在南京的出租屋内 又搜出了大量毒品 整个案件 毒品搜缴数量 达到了30公斤 此案已是 相谈历史上 最大的毒品案 因为这个人不夹杂的话 这个案子 完不了 是吧 无论是在 营证 这个 这个物证方面 所以说 必须要交代 他 是南京 他是个 很重要的 这个 一个成员 经过了四五天的 三四天的 那个摸牌和 侦查工作以后 就初步锁定了 七万广的 一个藏存地点 他有几个藏存地点 他在望城 几个藏存地点 其中的一个 七万广和他的女朋友 此时已在 侦查员的监控之中 而与此同时 8月13日 七万广的后妈 易正喜 和舅舅易立青被捕 18日 吉时光上线 李月秋被捕 20日 吉时光下线 十多名毒贩 也分别被捕 时间到了8月21日 民警也等到 抓捕七万广的 下当时机 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原因 或者他可能是用便宜的手机 跟他的亲子母亲 联系上了 他跟亲子母亲 也到去找他 就出事以后的话 也到去找他 所以联系上的话呢 就他的母亲的话 就到了他藏存地点 就准备接他 再联系到另外的地方 他毕竟还是自己 清除儿子嘛 得知七万广 即将露面 民警们马上做好了 抓捕的部署 而他们有所不知 那天七万广 给母亲打电话 还另有隐情 那天是他十八岁的生日 今天我那天生日正好 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拿 我说我生日你过来 去找妈妈 她说好 我就过去了 我想过生日 就十八岁 长大成人 你生日那天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那人每次都想 你妈妈跟你说什么 那大家都知道吗 她说到时候我生日快乐吗 因为跟随父亲 所走过的那段弯路 七万广十八岁的生日 祝病不会快乐 接受了亲属的祝福后 她跟余友和母亲 准备打长途汽车离开 在赶到了村口 也就是离车站 大概四五百米的地方 我们侦探员通过 现有掌握的资料 马上就辨认出 这就是我们要抓捕的 这个期望馆和乘坐 把它一包围的话 它自己 它就目瞪口袋了 几个人都目瞪目瞪口袋 抓我的时候 我还笑到了 我少举灯给他们靠头 刚满十八岁的七万广 在突然而至的变故面前 手足无措 她不敢想象 接下来将要面对的一切 而同样茫然的 还有目睹 儿子被捕的心痛的母亲 当时我们嫁得回去 她也不回去 她必须要守在这个儿子身边 她不回去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她一直守在这个办公区的外面 当时也觉得心里特不舒服 像我们这也是为人之父吧 就说你认为这个 你心里把你贩毒干嘛 还把你儿子给害了呀 是不是 她是个沉染期 但是不论有着怎样的原因 有个怎样的曲折 西万广毕竟从事过犯罪行为 触犯了法律 此时西万广才真正意识到了 自己参与的案件的严重性 我们审判完毕以后的话 他给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我家得的这么好 我可以走了吗 他就是这么的 公安叔听他说 他的数字很大嘛 我就知道自己惨了 也只有现在 他才真正意识到 父亲将他领入的是怎样的起路 当他知道 自己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时 曾经对于父亲的害怕 变成了憎恨 他说的这个说 最好把我父亲牵毙吧 他就这么说 你还恨你父亲 肯定恨了 那你这段时间在这里面 相信你父亲 自己是一种这种感觉 我们来就想的 不想给他 俗女说 俗都不是俗 但是他里最起码的 这个 做人的这个 道德他都没有了 西世光因为金钱而丧失了底线 而如今他也品尝到了苦果 他成为了儿子最恨的人 这是作为一个父亲最大的失败 一种无论拥有多少金钱 都难以补偿的失败 西世光拒绝谈论 他给儿子带来的伤害 他体会到了 不敢面对自己的 深深的羞愧 你想跟你姐姐说什么吗 我想说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关进来了 没有连在面的家人了 他让他们失望了 他曾经他跟我说过 他说我是想带着女朋友 就走 他说没下了这个决心 没下了这个决心 始终没下这个决心 他后来好后悔 他说如果我下这个决心 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一步 他确实是这样 完全他可以在这个点上 来个卷子 脱离这个圈子 觉悟再高一点 他还可以去举报他父亲 那么的话 完全没有后来那一劫 他在这中间 他在这母亲和这父亲 在争议和非法之间 他有约很久 斗争了很久 那些纠结了很久 但是他们没有能够跨出 观念的一步 这是非常可悲的一点 时至今日 18岁的齐万广 仍在悔恨和自责中 然而刻骨铭心的教训中 蕴含着积极的含义 齐万广应该感谢民警们 及时的抓捕 如果他在贩毒的道路上 陷入的更深 等待他的会是更严厉的惩罚 法庭将会考虑 他主要犯罪事实 都是发生在18岁以前 并且是被他的父亲 利用的因素 他的未来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未来的路上 如何选择 才决定他未来的命运 方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地点栏目